今天我們分享一下史丹利去考無人機證照的過程 還有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取得證照之後你可以做哪些事 簡單說在你拿到這張所謂的遙控無人機專業操作證之後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也可以像這樣 或者是像這樣 在看我拍攝這些美景之前呢 你看看我做的哪些功課跟哪些努力 3 2 1 GO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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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7點 早上7點28分 現在練完了我們要去工作 然後Xback要繼續引力下去 對啊 對啊 我跟他熊班 熊班 對 我跟他熊班 有啦 我們是工夫人做工夫人 好 謝謝 謝謝謝謝 拜拜 加油 謝謝 我來到新店鋪練習場 又要早點來 因為大概10點了 這邊就有很多人來練習 補習去 然後有一個人呢 他擔心我考不過 他就說 他今天要來幫他補習 對 他頭髒 他被蚊子咬 他被蚊子咬 必須的 對 必須的 對 必須的 對 必須的 他今天有風 起風了 這樣比較實境的狀況 然後有下雨 幹 這是 這樣子模擬 就是最糟的情況 練起來 早上7點 我練習這麼多天來 第一次遇到早上7點有人 而且 三個人這麼多 好 考前最後一天 然後 練習目前還都OK 最大最大的困難點 對我來說就是 橘行飛行 然後是最遠的那一側 最遠的那一側 那條直線 因為那個視差 真的看不太清楚 然後 你真的不能確定自己 有沒有飛在直線上面 然後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如果有太陽是最棒 地上有影子 你可以判斷一下 影子有沒有在固定的 這個瓶行線上面 希望 明天天氣是好的 目前看天氣雲爆了 明天宜蘭應該是還不錯 而且風應該不大 出發 宜蘭大學城南校區 要55分鐘 今天 天空坐北 有好天氣 希望 好吃順利 就是 還是 看天空 錢拿完畢 收 5、4、3、2、1 現在開始陸續報到 早上6位下午6位 那如果你是報早上的常識 你要記得最晚的報到時間 是早上10點 因為9點要開始考試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早上硬考的考生 大家都就定位準備了 OK 要開始直播了嗎? 沒有,沒有,不要 我們快要開始直播了 你的帽子沒戴 你一直在賣飛機 我是賣飛機的啊 所以是高手的 沒有,不是不是不是 一下就考過了 沒有沒有沒有 考完了喔 OK 我是第二個考的 然後第三個考的同學呢 風勢就比較明顯一點了 我運氣比較好 我第二個考 所以風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後 其實我本來就知道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總是會緊張忐忑一點嘛 然後飛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一開始都很順利 包括四面懸庭 還有八字水平原 再來是舉行飛行都很順 第二趟 飛這樣三個姿態科目的時候呢 我本來是很專心在飛的 然後飛到第二趟 舉行飛行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我的腳好像有點僵硬 我就放鬆了一下 結果一放鬆了 然後我整個飛機就有點亂了 我就飄了一下 那其他部分都還蠻順利的 OK 然後宜蘭今天天氣非常非常好 然後考生大家也都氣氛蠻好 來聊天什麼 大家雖然都是來考試不想不認識 但是都聊得蠻開心的 總算是放下心中的一個大石頭啦 然後現在考完這個的話 等於是G1你就可以有夜飛申請的資格 然後G3你就是可以飛越人群上空 這兩個對我們來說拍攝階案空拍案 是最大最大的需求 那其他的部分呢 比如說G2 就是你要去投擲 或是農藥噴灑等等 這下比較有需求 那看之後有沒有機會我們再考 OK 往台北開吧 OK 考完了 簡單說 姿態飛行呢 就是方向感的建立過程 有機會我們再拍一集 講練習的影片 當拿到證照之後呢 請記得 證照只是一個基本的入場券而已 因為如果你要像史丹利剛剛秀給你看的 你要夜飛、夜拍、飛越人群上空 接近建築物30公尺之內 在申請這些情況的排除 除了拿到專業操作證之外 你還必須具備以下幾個資格條件 第一個去申請這些特殊情況的排除 以及所謂的空欲 你必須具備的身份資格是所謂的法人 什麼是法人呢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只是商行 或是一般的行號呢 是不具備法人資格的 OK 更不要說你常聽到的所謂的自然人 就是一般的人 他就算考到執照沒有這個法人資格 一樣是不能申請的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 當你有所謂的法人資格 你還必須提交一份所謂的能力作業手冊呢 給民航局 照民航局的規範呢 去填寫一份完整的作業手冊 表示你這間公司呢 有操作無人機以及保養等等相關的能力 然後通過民航局的審核 認可你這份能力作業手冊之後呢 你這一間法人所謂的公司呢 在民航局才正式有註冊資格 第三點是無人機的保險 一般自然人呢 你也可以去為你的無人機投保 就是如果你在沒有限制的區域 所謂的綠區操作飛機出的狀況 這個保險呢可以起到 幫你去理牌對方的一個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要 申請這些例外排除的飛行呢 你的保險必須是用法人資格去做投保 而不能用自然人去做投保 這一點很多人會搞不清楚 最後一點呢其實也是相對 我認為是最複雜的一點 當你具備了法人資格 你也有飛機的保險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 你遇到了什麼樣的case 你必須要去申請你想要飛行的空域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每一個區域呢 主管單位都不一樣 可能有地方主管機關 比如說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 或者是民航局每一個區域呢 的窗口都不同 所以在申請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要去注意這個部分 會牽涉到哪幾個單位 必須要預留更長的申請作業時間 不然呢你就會很痛苦 舉例來說 我們月初的時候呢 業主有委託我們去拍攝力保樂園 那力保樂園呢 我們就要經過力保樂園本身的同意 還有就是地方機關 就是台中市政府 也許是交通局 再來就是民航局 這個力保樂園的拍攝 就牽涉到了三個單位的許可跟核准 所以說這就是你要去申請這些空域 然後想要拍出像史丹利這樣的夜拍啊 這些特殊的照片的時候呢 你要去申請呢 所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 還有很多相關的資訊呢 在影片當中呢 三言兩語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 有機會我們再拍一支完整一點的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跟你分享幾個基本的重點 你如果想要像史丹利這樣夜飛 拍一些特殊的區域的話 你要怎麼申請 那你要哪些資格條件 還有重要的是 你要先考過執照拿到入場券 好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東西呢 我建議你可以到民航局 無人機專區的網站呢 去看看 其實有蠻多資料可以參考的 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些幫助 我們下次見 掰掰